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谈感情过度客气,可能让你旅爱旅败 今天要聊聊关于说 为什么你每次谈恋爱总是不顺呢 有可能太客气就是那个问题所在 对于感情呢,哪怕一路走来就是跌跌撞撞 但仍旧怀抱着高度的期待 任凭你就是努力很多,付出的也是很无谓 但是最终总是你的暧昧未果,然后失败收场 以下四个有可能因为你就是过度客气的恋爱问题 你是否有发现呢 今天要聊聊这个主题 第一个关于说,谈感情过度客气的出现的问题就是在于 一,在暧昧的时候呢,可以保持礼貌 但是过度客气的时候呢 你就会给人家一种很身份的感受 什么是身份呢? 就是那种很亲昏,就是那种很生疏,很不熟视的感觉 过度客气的作为呢,就是像是你要去哪里吃东西啊 或者是你今天要去哪边玩啊,看什么电影啊 今天要做什么事啊 就是这种诸如此类的事情,你都一味的让对方去做决定 然后这种基于体贴跟礼貌的客气互动 看在某些人的眼里面,或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说这样子体贴啊,这样子很贴心啊 就以他为主这样子 但是轻则,就是这种小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如果他不是很在意的话 他就觉得你很像很,就是你知道很身份 就是你感觉跟我很不熟 就是还要装一下,还要装客气 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像你跟他的那个关系 还没有走到那种很要好,很亲密 所以你才会这么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如果重一点的话 就表示他就会觉得说,你这不是贴心啊 你这是一种敷衍,你知道没有心 就是没有想要想,你就是完全不在意 所以你才会什么事都可以,什么事你都不在意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有些人来说 他就会觉得这种太过客气 就是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好感 所以才会这么客气 那可能会让你们的暧昧,或是让你们的关系 就是没有那么的当初想象的那样的方向前进 他就会觉得说,因为你们两个还没有到达那个位置 所以你才会这么的客气 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子 那当然会这样子,就是过度客气的状态 他们的个性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礼貌啊 比较慢熟,所以他们可能就会这样的作为 那这是可能自己要小心的第一点 就是暧昧的时候你可以保有礼貌 但是过度客气呢,可能就会给别人一种身份的感受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来第二个关系说,谈感情呢 过度客气可能会让你爱旅败的问题所在就是恶 过度客气呢,容易导致关系推展的缓慢 让你们两个的爱火呢,由热转冷到最后没可能熄灭 有人就说爱情是一种冲动 原本你可能基于那种礼貌 你是男生的话,你就是很绅士 你是女生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说 女生要有点矜持 所以呢,你们在那种互动过程中 你就会觉得都会慢慢来 就是不敢躁进这样子 那这种适当的就是所谓的客气 他呢,就是OK 那可能大家就可以接受 觉得说,就是你是礼貌 那是过头了 其实来说,你可能就是 你就是已经跟他认识 maybe约会了三四十次 然后可能都还没有任何的牵手 或者是想要,你知道 进展的那种意图的时候 那女方就觉得说,什么意思 尤其对于一些可能他们交往金很丰富 他可能,你知道跟他交手个三五次 他觉得你就是没有主动有什么失忆的话 他就觉得说,你就是把他当朋友 那这种过度的客气 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就觉得这是一种踩刹车 这种不断的踩刹车 就是过度客气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你就会慢慢的交袭 那个暧昧的热度 因为有时候暧昧就是 他需要那种堆叠 就在那种,你知道 你弄我弄那种好 那种混沌不明的那个之间 去找到那个平衡点 那大家就会什么 那么多人喜欢暧昧 就是因为他们喜欢那种 你知道混沌不明的感受 那如果你就是都还是那种 很冷淡,很理性的话 这种客气就会让你们的关系 无法继续的推展 或甚至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敢给他名分 你懂吗 那久了 对方可能就会觉得说 你可能是基于一种 你还没有准备好 就可能你还没有想要进入关系 或者是你目前 可能没有想要恋爱的念头 哪怕是你有这个向往 可是你做出来的行为 会让他叛赌的时候 觉得说你可能太过客气 你可能对他的那个 你不会想要牵手啊 那你也不会 吃饭了 你也不会主动邀约 就是你都觉得说 可能要以他为主 他如果没有主动的话 你就不好意思主动 这种客气就会让 你们两个那个 那进展推走得很慢 所以呢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 暧昧火花 有可能就会这样子的消失 甚至熄灭 所以千万要注意 就是过度客气的时候呢 可能会导致你们关系 推转缓慢 甚至让你们的爱火 由热转冷 现在第三个关系说 谈感情过度客气 可能会让你 旅爱旅败的问题 所在就是三 太过客气呢 容易会让人家 感受不到你的爱意 或是你到底 有没有喜欢对方 而让对方误判 或是因此而错失的 这个关系 恋爱是一种互动的过程 就如同两个人 在跳那种双人舞 一个人往前 另外一个人势必须要很顺势的往后 不然两个就会撞在一起 尤其是两个人的那种 互动的过程 那是需要互相去支撑 互相去平衡的 才能够达到一个 很视群立体 很和谐的状态 而这种跳舞 就很常会被拿来 就是形容说 两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关系 过度客气呢 它就有点像是蜡牌 其中一个人故意 就是很慢 就慢的半排 或是他可能就会 踩到对方的脚 或是来不及去接他的手 那这样子这个关系 就很容易会被打乱 这个恋爱的节奏 就因此而失衡 对方没有赢上 你的慢节奏的时候 或是他个人本身 就是很急性 他就觉得说 跟你约会个三次五次 然后如果你都没有 任何的善意 或是释出任何的sign 就是你想要往进一步 然后什么肢体接触 然后这些小动作的话 他就要把你归了一层 然后你没有意思 你就是把你当朋友 那这个状况可能就是 他就是没有办法 catch到你的那个频率 就是说你就是很冷漠 你就是没有想要往那个 那个暧昧的路子走 有时候这样就会让人家 有点那种误判行事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 之前就是暧昧很久 或是恋爱过程中 就每次都会失败 原因就是可能说 你的那个频率 都是推展得有点过慢 或是你就是过度保守 所以导致你的另一半路 刚好是那种所谓的急性子 或是刚好他的节奏 都是比较快的人 他就觉得 你真的很慢 慢到我觉得 你就是对我没有意思 或是他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判断说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 他就选择 就淡出 或是选择就放你走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就会导致误会产生 而让你的关系 产生各种的质疑跟问题 就是如果没有适度的去沟通 就会因为这样 就错过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人到最后 为什么一直练紧不顺的原因 就是可能因为太客气 这个客气的层面 很大 可能就是 你可能是不敢主动 做一些什么邀约 或是不敢主动 一些肢体动作 或是你可能对于 那个对方 如果他没有释出 过多的善意 就不会有下一步的 那种嗜好 这都是可能导致 你们两个 没有办法永远 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或是为什么 你每次暧昧未过 也是有可能 起源于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谈恋爱过度客气 可能让你 捋爱捋败的问题 就在于 四 就是你怕投身太快 太快付出真心 你会受伤 或是可能之前的一些情伤 或是之前的教养状况 让你觉得 有可能会被辜负 所以呢 你就因为这样子 你就选择很客气的 面对每一段新恋情 或是每一个暧昧的对象 而因为这样 而让你 就不停地错过 可能是基于 就是过往不好的 暧昧经验啊 或是恋爱的过程 在未来 你面对到那种 可能可以 认识了新对象 或是 新颖的人选的时候 你总是会想很多 想很多 真的是很多人 在恋爱之初 或是很久 没有谈恋爱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你可能怕就是 付出 或是你的投入 的那个速度太快 就会让你自己受伤 然后你不愿意 再去忍受那种 热脸贴人屁股 的这种卑微的姿态 所以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变得 非常的理性 又非常的客气 你就会觉得说 如果在对方的心意 你还没有办法 摆翻这板明确的 去catch到 他是对你有意思之前 你就不会释出 那种过度的热情 或过多的好感 给他知道 不敢太快 交出真心 讲出自己内心 实际的想法 这种过度客气的 爱的方式 很可能就会让你 一直错过对的人 因为对方一直感受不到 他觉得你就是一个 很淡的人 情绪很平 然后你很像 也没有太多的 好感的肢体接触啊 或是行为上面的 续航温暖也都没有 那这样子可能 你遇到的那个对象 他可能就很难判读 说你到底对他是 什么样的意图 那有可能因为这样 也就错过 而这也是为什么 过度客气 会导致你 旅爱旅败的原因之一 这第四点 好了 今天就分享了四个 关于说 谈恋爱过度客气 可能导致你 就是一直恋情未过 暧昧不顺的原因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所以还是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可以到资讯栏外的 IG YouTube 那么去订阅留言 跟我做互动啦 或是可以到 Apple Podcast下面 可以留下你的分数 然后留下你的建议 我都可以一一的读取 好了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 谢谢大家